男人只是走在大街上 结果就被两个黑警收保护费 男人二话不说掏出自己的证件 没有想到两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甚至还要叫他做人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男人是顶级特种兵 并且还是一个少校 很明显他们惹错了人 最后甚至派了一个团的兵力 男人名叫艾伦 退役后来到这个小镇看完清洗 这个小镇看上去整洁干净 像是一个文明的城市 但你可别被表面的现象迷惑了 这里的警察局局长长期剥削 压迫当地居民 时不时还雇佣劫匪来当地打钱 警察抓住劫匪反手就把他们给放了 他们自导自演 以此向居民收保护费 居民也是有口说不出 不敢怒也不敢言呢 而艾伦只是走在大街上 立马就被两个黑警钉上 看到他是外来的 上来就要收保护费 谁知艾伦直接亮出了证件 本以为凭借少校的身份能吓退他们 结果他们压根不放在眼里 看都不想看一眼 艾伦只能露出妖精的军刀 表明身份 这可怕两人吓得不轻 两人立即让艾伦交出军刀 要以私藏武器罪将他逮捕 不想惹事的艾伦没有反抗 主动配合的戴上了手铐 可两人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艾伦闪转腾诺间 就把两人耍得团团转 气急败坏的两人只能掏枪危险 艾伦不想惹事转身上了车 结果不知死活的黑警还想偷袭 艾伦一个眼神让他差点吓尿 合到警局之后队长看他这么嚣张 拿起警棍一顿教训 强龙不压地头蛇 艾伦只能一忍再忍 谁知队长得寸进尺 竟然掏出了电棍电了上去 由于局长也曾在特种部队服役 他对艾伦倒是很友好 并开始炫耀起自己的能力 把城市管理的井井有条 人民安居乐业 希望艾伦能够加入他们的工作 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看到局长腐败奢侈的工作 艾伦一脸不现 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而这也让局长很是气愤 随后便警告艾伦不准踏入小镇一步 下一次我管你是少校大校 出门时刚好就碰到了来给局长送钱的安娜 放下前后 安娜甘想离开 可局长不同意了 这时艾伦想起了自己的MP3还没有拿 就折返了回去 进门后 他就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一幕 身为军人 他怎能袖手旁观 上去狠狠的教训了局长一顿 他拿上烟灰钢 掐断了电话线 就准备带着安娜离开 门外的警察刚查局不对 一个烟灰钢就砸了过去 接着慢慢的把电话线缠到自己的手上 你小子还想掏枪 干净利落的解决了另外两个人后 捡起地上的枪熟练的退出子弹 刚打开门 三人一脸猛逼 艾伦让安娜出门等待 自己则静止的走上前去 刚出门又撞上了副局长 这估计也不是啥好东西 艾伦顺道一起收拾了一顿 两人淡定的走到了门口 顺便还和门口的警察打了招呼 这时被打趴的警察醒了过来 立刻通知了看守前去抓捕 门外的同伴这才反应过来 骑上摩托迅速的追了上去 安娜深知 局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最近是小镇上的人 暂时不会有事 他让艾伦赶紧离开 艾伦骑着摩托就朝郊外跑去 警车在后面紧追不舍 队长更是拿枪一顿秃吐 艾伦被逼进了碎石场 他立即爬进了推土机 将推斗重重的压到了引擎盖上 警车驾到油门全速往后退 结果重豪遇到了一辆卡车 两人当场领了盒犯 这一行为也彻底激怒了局长 现在本应该派前手下去抓捕约御犯 但他并未执行指挥中心的命令 而是要求全力追捕艾伦 势必要亲手宰了他 艾伦逃进了森林 他曾是经验丰富的特种兵 野外生存更是他的强项 凭借着一把随身的弯刀 他开始搜集各种能用的物资 制作武器陷阱 没有多久 两名警察就三次进入森林 两人想给局长一个惊喜 偷偷把艾伦抓回去领攻 结果他还没有靠近呢 就被艾伦发现 没有意外 两个人很快就成了俘虏 局长发现手下不见 便立即带着警犬前去搜捕 打开小木屋一看 只见两人鼻情连肿 得到线索后 局长带人继续朝森林追去 却不知他已经闯入了艾伦的陷阱 下一秒就踩到了野猪夹子 躲在暗处的艾伦一爪子就丢了上去 艾伦就像是幽灵在森林中穿索 他不想伤害任何人 只想阻止他们的追捕 而局长依旧不依不饶 非要置艾伦于死地不可 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挑衅自己的威严 很快 所有人都被他制服 局长也是特种兵出身 不甘示弱的他要和艾伦硬碰硬 艾伦不幸步步中了一枪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战斗力 局长转身了瞬间 随后上前用刀架住局长的脖子告诉他 而局长还在嘴硬 不愿妥协 艾伦只能一拳将他打晕 追捕行动已失败告终 局长伤完惨重 手下对追捕艾伦失去了信心 有人担心自己的安危 有的人怀疑这步行动是否合法 而局长依旧不肯放弃 表示艾伦就是危险分子 不抓到他 谁也被降车 为了抓到艾伦 局长动用了直升机 这样他更加信心十足 果然艾伦被局长从空中打中了手臂 静止从山上滚下 坠入了湖中 直升机追到了湖面盘旋 却一直没有发现艾伦的踪迹 只能先行回去 而局长不放心 搜捕还在继续 第二天 一位老人在湖边发现了受伤的艾伦 正巧老人是安娜的爷爷 两人为他取出了子弹 并处理了伤口 艾伦醒来后万般感谢 但他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否则一定会再次连累两人 而安娜也是为了躲避局长 才来到这里 甚至自己在这个城市 已经生活不下去了 既然艾伦要走 便请求他带他一起 可现在已经是晚上 又下着大雨 天黑落滑 他们只能在仓库躲一晚了 可没有想到天刚亮 局长没来 却来了一火月狱的犯人 几人想要侵犯安娜 而安娜也不是好惹的 拿起了艾伦的军刀 就解决了混混 与此同时 艾伦也成功偷袭了 在外看守的鱷鱼饭 刚回到仓库与安娜会合 就听到门外有动静 艾伦一把抓住了武器 接着一脚踹翻 受伤的艾伦明显有些吃亏 被男人死死的按住 艾伦无计可施 只能用尽全力一脚将其踹开 转身拿起旁边的镰刀 一击毙命 没有想到 刚出门就遭到对方的疯狂扫射 他不慌不忙的轻松躲过 一枪送走 接着冲进屋内 准备解决最后一个光头 光头向兮兮的挟持人质走了出来 还让他放下武器 虽然解决了鱷鱼饭 但爷爷已经惨遭毒手 艾伦非常愧疚 这都是自己害的 还没有来得及悲伤 局长已经带人追到了这里 这一次他是被安排来抓捕鱷鱼饭的 随行的还有一名上校 而艾伦则再次逃进了森林 局长看到了弯刀后 便确定艾伦还活着 于是抓住了安娜准备严行逼供 躲在树林里的艾伦 接安娜落入了魔掌 他再次挺身而出 就在局长开枪时 安娜推歪了他的枪孔 局长的这一举动 也被上校看在了眼里 上校让局长撤离 粤鱼饭已经被艾伦全部干掉 不管你们有多大的仇恨 现在必须由他来处理此事 局长眼看事情就要暴露 但在上级面前 他也不敢乱来呀 艾伦逃到了一处废弃的场房 而上校也带着全副武装的特种兵 追了过来 很快艾伦被特种兵发现 他假装投降 当特种兵靠近时突然出手 艾伦分下两出二 就把他们干翻在地 正准备离开时 但上校想要活抓艾伦 于是便打算跟他单挑 打斗中 艾伦拿到了一枚上校身上的手雷 眼看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上校还是逃出了手枪 艾伦则拔掉了保险 艾伦并不想杀人 把落水的上校救了上来 这时局长带手下赶来 艾伦则躲进了废弃的隧道 隧道只有一个出口 很快局长便带人 赶到了隧道出口守住带兔 另一边 安娜被送到了医院 艾伦的教官得知此事后 当即写信发给了将军 告发了局长的所作所为 但他对上级的命令视若无睹 只想置艾伦于死地 艾伦从隧道中出来后 所有人对他猛烈攻击 但他们这夕阳红枪法 弄成一枪没中 双方一时难分高下 局长领教过艾伦的厉害 也不敢靠近 于是直接拿出了火箭筒 把木屋炸成了渣渣 所有人都以为 艾伦没有生还的可能 局长让手下寻找他的尸体 自己则先回警局 一个特警转到了暗道里面 确认过延伸是我惹不起的人 转眼间艾伦就换上了警服 抢了一辆车就朝警局开去 两人的恩怨终究要有个了断 与此同时 上校也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将军 安娜也赶来作众 艾伦是因为救他才深陷险境的 得知了局长的非法行为后 将军也立即开始了行动 艾伦拿着枪直冲局长的办公室 局长难以置信 艾伦居然没死 他劝艾伦放下枪 外面已经被特种部队包围 根本不可能从这里逃脱 可艾伦既然来了 就没想着要逃 他一拳将局长打晕 教官进门却说 艾伦跟他一起出去 外面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堵着他 杀了他还会有更坏的局长来接手 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 艾伦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接受了教官的建议 最后选择放了局长 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自己则一个人留在警察内部 准备拼死 突然一波特种部队开始突袭 最后时刻将军赶到 命令停止行动 这才避免了一场血战 将军立刻逮捕了局长 谁知他死心不改 认为自己为小镇做了这么多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于是挟持了安娜 这时艾伦走了出来 局长看到后没了底气 也许是畏惧对手的强悍 最终选择放下了枪束手就擒 长官希望艾伦和自己会到部队 但艾伦选择和安娜隐居深山 这次随时行动到此结束 很多人称他为鹅板的第一滴血 都是硬汉主题 喜欢的可以去看原片 就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